嘿大家好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tryful啊 这个之前做过为什么又做一次呢 因为前面做pavlova的时候 整了一个含糖量超高的蛋白酥 酥到极点但实在太甜了 只能把它当配料了 又刚好是各种水果当季的时候 就顺手做了个tryful 把蛋白酥掰成小块之后啊 把海绵蛋糕也掰成小块 直接用超市买了就行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熬一个糖浆 柠檬的橙子的都行 熬到有糖浆的质感就行了 不用太稠啊 接下来简单了 处理一些水果 草莓切成合适的尺寸 樱桃去合然后切成小块 现在来打发一些奶油 加点香草籽糖浆 稍微放一丁点糖就行了 打到个九分发的样子 东西都做好了 把蛋糕块蘸上糖浆 在大杯子里铺一层 然后浇一点自制的卡士达酱 不要做了太稠了 之后放上一层奶油 如果喜欢果酱什么的 也可以稍微放一点 在奶油上呢 放上蛋白素和各种的水果 然后再按照之前的步骤 放上一层蛋糕和别的配料 这次啊最后加奶油 然后稍微的刮平整一下 最后再放上整颗的水果做装饰 用一点薄荷叶点缀一下 然后撒上一白遮白丑的糖粉 一个简单又好吃 看起来还花里胡哨的trifle就做好了 这个算是新西兰夏天必备的甜点之一吧 大家赶紧坐下来 好了下次再见 拜拜